締造日式 RPG 傳說的 «Final Fantasy VII 》 在宣布將要在 PS4 上推出全新重製版之後 現在也搶劍將原版移植到 iOS 上囉 遊戲是以 PC 的 HD 版作為基礎 不僅解析度提高 許多設定也更加體貼忙碌的玩家們 像是可以利用內建的指令 讓玩家在地圖上不會遭遇到敵人 或是讓等級和角色數值立刻突破天際 就連原本要花好一番功夫 才能夠學會的超舊武神霸展 也可以在初期就能夠使用 讓玩家可以更輕重的體驗遊戲感人的劇情喔 《爐石戰記》推出最新資料片 銀白聯賽囉 在超過 130 張的新卡片裡 除了傳說卡之外 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激勵》和《長槍禁忌》這兩種新的效果卡囉 激勵是一種伴隨英雄能力而使用的技能 每當你使用英雄技能 激勵效果就會發動 所以如果檯面上同時有多張激勵牌 就能夠打造出特殊的 Combo 效果 而《長槍禁忌》則是一種翻開牌堆 隨機抽取一個手下來單挑的能力 如果抽到的牌消耗比較高 那你就能夠得到《長槍禁忌》所帶來的好處喔 由 Candy Crush 開發商所推出的模擬經營遊戲 《星月海島》讓玩家擔任荒廢小島的新管理人 為了復興島嶼而打拼奮鬥 玩家要透過種田生產棉花、竹子等農作物 再加工成各式各樣的道具 像是用棉花做成漁網 就可以讓海龜去水裡捕魚 同時島上也有NPC會給予玩家訂單 只要完成的話就能夠獲得獎勵 並且提升NPC的友好度喔 隨著等級的提升 就能夠慢慢擴大領域範圍 去探索更多有趣的事物喔 爽快好上手的手機射擊遊戲《雷霆突擊》 在關卡中不用控制移動 玩家只要躲在掩體後方 刺激掃除場上的敵人即可 要是想迴避敵方的槍炮和手榴彈攻擊的話 也只要點擊螢幕 切換左右掩體就可以囉 只是敵人當然也不會乖乖的站著給你射 記得要購買火箭炮和手榴彈等道具 強化槍械來掃除頑強的對手喔 對於自己技術有自信的玩家 也可以挑戰PVP模式 與其他人來場激烈的龍爭虎鬥吧 廣受好評的PC生存遊戲《Don't Starve》 現在也一直到iPad上 再次挑戰玩家們的求生能力囉 由於被惡魔丟到充滿危險的無人島上 為了想辦法活下去 我們要把看到的東西盡量撿起來 並且將這些採集來的資源 合成為各種有用的工具 為了衝擊 我們必須要學會如何使用陷阱狩獵 而在夜晚時也記得要生火 避免危險的生物靠近 只要存活得夠久 還可以解開不同能力的角色 來展開新的冒險喔 聖誠契約C款寫實風格的卡牌策略遊戲 遊戲採用自動化的戰鬥方式 玩家只要事先分配好前鋒和後鋪等各種角色的位置 等到戰鬥開始之後 就會召喚出角色出場戰鬥 不只如此 玩家還可以藉由切換攻擊和防禦方箭 來操作主要英雄 當螢幕下方的魔力槽擠滿之後 就能夠召喚出後補的角色出場 或者是用來施放英雄技能 除此之外 也別忘了要記得升級卡片們的裝備喔 由中華網龍自製研發的神之契約 讓玩家扮演能夠和各類神靈簽訂契約的協力者 招募像是天使米加勒 二郎神楊簡 以及抓鬼天使尊葵等眾多知名角色 遊戲當中的戰鬥採用三線橫向卷軸塔防的方式 玩家要依照敵我雙方的屬性 在每一路上放置適合的屬性職業 還有必殺技的神靈才能夠百戰百勝喔 除了主線劇情的元件模式之外 只要收集特定神靈組合 還可以開啟額外的方外篇喔 喜歡二戰題材的玩家們有福囉 雷霆行動是一款以二戰戰車題材為主的策略遊戲 玩家要扮演指揮官 組織坦克部隊 闖蕩眾多歷史上知名的戰役關卡 雖然戰鬥是採用自動進行 但每一台坦克都有不同的能力 玩家必須要依照戰況 搭配擁有各式攻擊模式的坦克 並強化他們的裝備和武裝才能夠克敵制勝 至於要如何因應敵方的配置來加以強化 這就有待玩家們好好來研究囉 繼承聖女之歌世界觀的第一神劍 目前共有斬魂 影刃 鬼手等三種各具特色的職業 戰鬥時除了有豐富的技能之外 每個技能都還可以連斷攻擊 當累積足夠的能量之後 才能夠使出爽快連擊的EX技 而和頭目對戰時 則要注意技能範圍 提依時間快速走位 閃避降低傷害 另外還可以收集雷咪 聂德範 等原作中的知名角色作為同伴 讓他們在與戰鬥 幫助玩家打倒強敵喔